接着带您关心 掌声响起向凤飞飞致敬特展 今天在桃园节目 超过2000位的歌迷在湿冷的天气中 赶到大西 多少歌迷处紧生情 善缘泪下 共同追忆一戴帽子歌后 帽子 服装 上面可有凤飞飞英文拼音的专属凤麦 凤迷提供的黑胶唱片 绝斑海报 呈现着凤飞飞精彩的舞台人生 还有这套深蓝色的服装 原本是打算在2011年 台湾歌谣演唱会中要亮相的 后来因为演唱会延期 这套服装就一直未被公开曝光过 低调严谨 却又贴心地带给大家欢乐 不由得让人像这位歌坛传奇 至上最高敬意 她陪着我 我的童年 都是听她的歌 我非常的喜欢她 尤其是有一首歌 《我是一片女》 都是陪伴着我 她的歌声 所以我永远的怀念她 凤飞飞 我爱你 在这儿歌迷们不是为了要看到 稀奇豪华的东西 而是要感受凤飞飞国民歌后的朴实 以及她为表演所设计 坚持的专注精神 大家知道吗 装她的那些帽子 她是帽子歌后 装她的帽子的那个箱子呢 纸盒子呢 其实是用苏杰面纸的这个纸盒子 所拼凑出来的 只是她外面在糊一些这个包装纸 就这样去陪她办了走遍大江南北 这次桃园大西参加十大小城选拔 原本邀请凤飞飞来帮大西打气代言 不料却惊传她已经往生的消息 但令人感动的是 凤飞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现身 录好介绍故乡大西的正规画面 让我们一起向这位阳光温暖的巨星 炙上最热烈的掌声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舒霞 吴美容台湾桃园报道